连日来中国渔民和韩国的海警冲突事件在韩国国内也是持续发酵 在韩国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 韩国社会上下掀起了一轮反华的浪潮 中国外交部表示 已经就韩国团体多次到中国使馆示威提出交涉 而今天香港和新加坡媒体都报道了一则耸动的消息 27名中国游客富汗旅游 却被持枪的警员软禁了超过12个小时 香港文汇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27名河北游客富汗旅游 12号下午乘邮轮抵达韩国仁川后 被限制行动超过12个小时 经多方积极斡旋后 13号下午14时游客们开始回返 14号下午27名游客抵达天津港却拒绝下船 要求相关方的合理解释 据游客程先生说 当时韩国警员持枪并戴着手铐 虽然未采取强制措施 但许多游客精神上已经受到了极大刺激 到了韩国的海关 到了海关 我们这个导游就失踪了 下去之后 韩国海关就把我们关这个聚金室 把我们27个人关到一个房间里 他现在我们就是要这个 要他有什么名义 他们现在什么名义也不说 据河北媒体报道 游客富汗被软禁事件 其实是当地接待社和北京代理社之间的纠纷造成的 北京打了电话说我的客人有移民倾向 说我原来所办的这种担保 给客人办的这种担保 他们不再承认 要求我们给他打50万的支保金 说如果我们不打款的话 我们的客人到了韩国下不了船 这样一则本地新闻竟然登上了境外媒体的版面 完全是因为最近韩国海警被刺事件 让中韩两国关系紧绷 连日来韩国团体多次到中国使馆示威 昨天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发言人刘卫明表示 一向韩方提出交涉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并一向韩方提出交涉 我们要求韩方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 确保中国驻韩使领馆 以及中国在韩人员和机构的安全 韩方表示 重视中方的关切 对发生在中国使馆前的过激行为表示遗憾 将进一步采取措施 保护在韩中方机构和人员的安全 韩国海警遇刺事件持续发酵 韩国政府就计划在下周推出高强度对策 来遏制中国渔船违法捕鱼和船员海上暴力 对策的核心除了加强海警的装备 还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提高罚款 但让韩国陷入两难的事 如果盲目提高罚款 也可能激起中国船员更加强烈的反抗 这次中国渔民和韩国海警的冲突 在韩国吵得沸沸扬扬 有评论认为 可能是韩国政客想借机转移民众的焦点 减轻内政的压力 据韩国媒体报道 李明博正因为轻信的贪腐丑闻而焦头烂额 最近李明博夫人的堂兄 因为收取贿赂而被逮捕 李明博二哥李向德的一位助理 也深陷受贿丑闻 李向德还为没能管好自己的助理 而公开道歉 明年韩国将举行总统和国会选举 但一系列的贪腐丑闻 严重打击李明博的选情 朝野政党纷纷对李明博政府展开攻击 他的连任前景堪忧 香港大公报评论认为 强硬应对海警事件既顺应了民意 又减少了国内舆论 对李明博政府执政及丑闻的关注 可谓一箭双雕 但这次赌博实际上是一显招 这里的所谓民意并非社会主流 当政府政策被少数极端民粹分子绑架 反而会令政府更加孤立